機車綠燈只行騎到一半 發現前方還有行人 已經來不及下車 當場撞上 連人帶車噴飛出去 當時騎士綠燈起步之後 才發現前方有行人 為了閃避整台車 失控是撞上了旁邊的便電箱 送一不治 車禍就發生在1號上午10點多 72歲的楊老先生 表示過馬路時 走到一半發現是紅燈 才會回頭折返 導致亡性騎士 閃避剎車不及摔車 爐內出血送一不治 楊老先生也被一過失致死罪 以送偵辦 最後無保釋回 躺在那邊 那個電信箱那邊 他是說他經過 有看到地上一灘雪 那個人躺在那裡 快遞仙台在問我說 他說昨天有一個人 躺在地上 然後雪好多 救護車到一眼 就聽到有人說 啊 就蹦這樣子 就是蹦的聲音 其實滿多路人都在的 然後就好多人 都有在那邊幫忙 騎士的安全帽上面全是刮痕 車禍當下 安全帽雖然未脫離頭部 但巨大撞擊 導致騎士頭部重創 原來安全帽的材質 也很重要 那多餘的一袋長度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扣回來 這個扣子 它就不會飄倒 儘管安全帽內部有保力龍 但受到強力撞擊後 保護力也會跟著下降 另外別以為安全帽 外觀沒受損 就能繼續使用 一般使用期限約三年 還是得要定期更換 才能在意外發生時 達到最佳的保護作用 三圈正常的血腥雲 台北相報